这一颗是高铁的原生母亲蛋巢 基础倒是不错的 但是之前人工味太重了 我现在要把它从这里杀掉 然后嫁接一个不错的品种 重新来过 是一个很不错的品种 果汁圆圆的 我要从上面取一条小纸条嫁接 长得早这种嫁接的 一定要找这种雅典 然后现在把它修的那种三角的 一方下去 好怕这个都伤到我 重新再修色 然后这边也修一下 一定要修成这样子 然后这边留白多一点 这边少一点 然后就开始可以嫁接了 从这里开始下到我 一定要稳准很 我只把我上来行 慢慢来好 好可以了 先拿出来 然后把这个蛋白的黄子 就能开始浸进去 现在呢 我们就是开始缠这个嫁接膜 第一呢就是把它这个伤口封住 让它水分流失 让它更好的 现在呢就算是嫁接好了 然后现在我们要使用一个透明袋子 把它封好 做好保湿和防止水分流失好 然后放在空中一两处 先观察一段时间 我呢也是第一次嫁接啊 有什么不对地方啊 大家在评论区指点 关注小谢带你了解更多盆景知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